我們再來看看政治焦點 藍白河講了好久了 到現在其實還沒有結果 不過藍白陣營呢 倒是已經各自選好了 全國競選總部柯文哲 他選擇落腳在新莊副都心 侯友宜呢 則選擇在板橋板橋車站的對面 很巧的是 這兩間總部的房東 同一個人都是麗寶集團的董事長 吳寶田 這一頓外觀造型特殊 坐落在新莊副都心 這裡是麗寶集團的企業總部 各樓層都還在裝潢當中 明年才會開始陸續進駐 但是在這一段空置期 民眾黨的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選擇租下一二樓 作為他的全國競選總部 半橢圓新大樓宛如小黃瓜 但內部格局卻方方正正 外圓內方加上大樓左右 還有高樓護持 風水上是塊保地 所以政黨背後的這個資源 或者是以目前的這個組織需求來講 可能新莊副都心是最適合他的這個選擇 柯文哲捨棄進總熱區新版特區選擇 落腳新莊副都心 和力寶集團董事長吳寶田簽約 其實有機可取 新版特區雖有高人流密度 帶來高曝光率 但新莊副都心交通技能也不錯 還有廣大綠地適合辦造室 周圍又以年輕家庭課為主 鎖定柯文哲支持族群 每月租金四十萬元 同樣價錢在新莊能有更大空間 高CP值符合柯文哲人設 夜旦節這邊所謂的這個夜旦城啊 所有的這些活動節慶 還有這些日常的一些這些消費人口 絕對是比新莊來得多很多 所以他在即刻或者是在活動 召集上面的這個便利性相對是比較高的 而侯友宜全國競選總部就落腳在板橋 已有工人進駐搭建 而且很剛好房東也是吳寶田 侯友宜競選辦公室則進駐立寶百貨蓬城大樓 這裡正朝也是二零二年馬英九新北競選總部所在地 隔街向往的東方富裕豪宅是總統蔡英文的競總 吳寶田堪稱台灣總統候選人最大幕後房東 第一個當然就是我們說他的資源最多了 他從全台灣從北到南都有他的這個物件 所以他資源最多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看到他的這個 艦商備份也相對比較高 然後再來就是他人員相對也比較好 吳寶田在房地產界備份高 政商關係良好 如今更是藍綠白通吃 不僅閒置物件順勢做人情 還有租金收入堪稱雙贏 近新聞李文慶黃玉昌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盡好新聞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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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